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没有 它真的是没有轮子 那么到底这个车能不能开呢 现在我必须先向大家介绍两位特别的嘉宾 他们就是王家的爸爸和王家的妈妈 这车咋不得轮子呢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车 想不想体验一下 可以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知道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总是有奇怪的点子冒出来 王家从小就有种不同 我们也很想起来的才华 现在 起动 真的起来了 上面 感觉怎么样 太生气了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车居然可以悬浮起来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一定很想知道当中的秘密 但是现在 我们先来聊聊关于成都的这个城市 当你想起成都的时候 你的第一印象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大熊猫 变脸 功夫查表演 其实除此之外 成都的地质非常的特别 在这块广毛无边的盆地上面 蕴藏着无数的矿产资源 磁悬球行车 简称悬浮车 它的设计运用了非常超前的尖端科技 巧妙地将地下的矿产资源转化为它的能量 从而驱动汽车行驶 慢点慢点慢点 巧妙温馨 慢点 从来没见过这种汽车 就好像是在电影都看到了 悬浮车有一个功能 是自动驾驶 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 并开启自动导航 导航回家 悬浮车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 就是它的安全感应器 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 和周围车辆的距离 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 可能发生危险时 汽车就会自动刹车 我真的为我们孩子干了之后 它确实有些语言这么多 我真的没有错 说的就是你 我真的没有错 说的就是你 Volkswagen 那样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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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车辆